好,我们继续来看数据分析 我们做数据分析主要有两种分析的类型 大家应该不陌生 一种叫做定性分析 一种叫做定量分析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 定性分析主要是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归纳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对问题的定性 这个事情是好是坏 类似这样的一些判断 然后定量就是对事物数量的统计 事物数量的统计 就是这个事情覆盖多大的范围 有多少比例的用户 或者有多少比例的量本 样本能够反映出这个问题 这个是定量 他们两个关系是什么 往往我们做数据分析 尤其是产品的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做定性 就是来定义这个问题是什么 定义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提出一些假设 而通过定量 就是说有多少 有多少的量能够支持我们的假设 它是做一个验证 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通过假设 来完成定性的任务 来设置我们的体纲 目标 然后通过定量 来验证 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有多高 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有多高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案例 看一个案例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关于产品的一个分析 关于产品的一个分析 这块是定量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具体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能会有一个倾向性 觉得我们这个产品或者某一个功能 或者是某一个用户行为 我们假设了 你看我们这个题目设计的就是 某一些人关注某一个产品上的某一个功能点 对吧 这个功能点 我们提出这个选项 就是一个假设 我关注 对吧 然后底下这个定量 通过分值来反映 我们这个假设有多大的比例 或者多高的分值 满足了实际情况 也不说是满足实际情况 就是从数据上能够反映出实际情况 这每一个项目都是 我们提出的一个假设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产品的应用性不好 我常常找不到我想要找的东西 这是一个假设 对吧 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 定量的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假设 它所能承载的范围 当然了 如果这个分值 现在是一般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假设可能建立的不是特别合理 也就反映出啊 这个情况或者这个现实中的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成立的 嗯 这是一个例子哈 同时我们做这个定性哈 定性的话有这样很多是吧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论券也好 或者直观的这个用户行为数据 都可以提炼出这样的一些定性的结论 比如说搜索的内容相关性和时效性差 我们需要提供更高级的搜索 这些都是定性的结论啊 基于我们的数据分析 可以拿出来的定性的分析 定量定性 我们自己啊 给每个同学来说啊 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 如果我去做一个产品的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设计我的定性 假设 然后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采集这个定量的数据进行验证呢 进行验证呢 其实我们按照这个定性定量进行分析的时候啊 它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关系的啊 总体来看啊 我们做这个数据分析 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啊 提出假设不断验证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 定性假设 这字今天写的不太好啊 有了定性假设 然后我们去做定量验证 今天验证之后 我们拿出结论 这是一个完整的分析过程啊 不是说我们只做假设 做了验证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啊 我们其实还是要拿出结论的 因为我们了 有了结论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做下一轮的定性假设 去修正我们之前的假设啊 提出新的一些思路 然后再去定量验证 这是一个完整的闭话 最终我们的落脚点 其实是要落脚在这个结论上的啊 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分析都是为了得出结论 能够指导下一步的工作 是这样的 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个小题目啊 小的作业 我们去想一下 如果我要去 验证 也不是说验证吧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分析 能够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 我负责的产品啊 作为每一个产品经理 你现在负责的这个产品 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啊 对用户来说 接受程度如何 就是用户对你的产品 总体上评价是怎么样的 是倾向于用你的产品呢 对你的产品比较满意呢 还是说 不好 不够好 如果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啊 数据分析的话 你会怎么设计你的定性问题 然后用什么样的手段 去采集你的定量的数据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啊 大家先思考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